大家好 关于李克强之词啊 我这边说到一个新的线索 算是一个独家的线索 至少是一个最新的说法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些个分析 几个意思呢 说是这个前总理李克强在上海去世 是习近平指使上海市委 书记陈基林下的手 说这个陈基林呢为什么下手呢 是因为习近平在考验他 说这个习包子呢 二十大刚刚开完 他就开始在筹备二十一大了 二十一大他肯定是要粘任的啊 毫无疑问想都别想 除非他死了 那粘任的话 现有的所有的常委都要滚蛋啊 一个都不留 那接下来是要选六个人 他自己出外啊 六个人的话 好多人都是跃跃欲试 想进这个笼子啊 进常委嘛 这是了不得的事情 所以呢 习包子呢 就下了一个秘密的命令 或者是一个秘密的行动 就是看谁啊 在这五年之内啊 把这个李克强搞死 因为李克强呢 是习近平的心腹大患 李克强年轻啊 李克强过去的十年呢 不断的给细胞子添堵 李克强呢 曾经用终止反对香港的什么什么的国安法通过 也反对修宪 说李克强不死习近平的寝食难安 是吧 李克强不死很有可能卷头重来 这时候呢 他就希望有人呢 能够在他不怎么知情的情况下 把李克强搞死 然后他两手一摊 没关系 是吧 跟自己没关系 他不知道这个事情 说呢 曾经在一次秘密的会议上 暗示过这样的情况 看哪一个人先拔的头筹 就先进入这个 下一届政治局常委的班子 说这个 如果呢 你把李克强搞死了 这个人肯定就是拿到了投名状 就这个意思啊 是一个关于投名状的这么一个秘密的暗杀命令 但是说的并不详细 但听的人呢 心里都特别明白 啊 说如果说李克强在 比如说他没有死在上海 而是死在这个安徽 或者是 而是死在昆明 是吧 反正就有个地方吧 是不是 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啊 说明呢 会来事啊 知道习主席想要什么 所以这个人可以重用 就跟当年这个胡锦涛 为什么一下子就成为中共的接班人呢 是吧 就是用他在上海杀人 杀的好 是吧 邓小平一听 卧槽 这个年轻人不错啊 是我要的人 是吧 所以才有胡锦涛后来几十年在中共的这么一个一个政治的高光时刻啊 那投命状 公产党他都需要投命状的 所以说这个习近平呢就下了一个投命状一个 你不能说他是一个命令 但是他的确有这么一个一番说法 谁能够杀死李克强 谁能够给我提前交这个投命状 谁就是下一届二十一届常委的人选 所以现在呢 基本上就得得到一个阶段啊 凡是没有成功的搞这个事情的人 习近平就要考虑考虑 说这个陈静林呢是搞的最快啊 还说这个李克强啊 一致啊 退休以后啊 都是非常的谨小声微啊 因为他太了解习近平了啊 他知道包子力啊 疑心特别重 每一次包子出访之前 他都要离开北京 找个理由出去玩 免得说他不在北京 然后有人在听李克强的话 是不是 以免包子担心他在北京惹事 所以上一次为什么会放出包子 李克强在甘肃游这个墨高库的那个画面的视频呢 是其实是放给西包子看的啊 说是你不要担心啊 我现在人在外面啊 北京的事情我已经不参与了啊 说这次习近平为什么要在上海给李克强搞起来的呢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李克强呢 知道包子力要去访美了 十一月份要访美 所以他十月份啊 就决定呢 就去上海去休养的时间 而且主动的跟中办汇报了啊 说自己准备去上海啊 去休养一段时间 是吧 避开这个在习主席出访美国的时候呢 大家对这个李克强在北京是不是搞事有什么疑虑 是吧 结果都没想到就中招了啊 也结果也就没想到了 就是被上海的市委书记陈吉林 给拔的头筹是吧 他其实可能是有人说犯了一个错误是不是 你不应该去上海啊 其实我告诉你啊 他不去上海去另外一个地方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被其他的另外一个人杀掉 比如去天津啊 或者去什么什么什么广州 如果去广州的话就可能被陈希杀掉 是吧 是叫陈希还是叫陈什么 我不记得了啊 反正他很多个地方的人都都 时刻准备着 然后呢给习主席交投命状 就这么一个线索 这是我刚刚听到的啊 一个新的说法 一个新的线索 包子迪呢肯定是 肯定是有所预谋的啊 咳嗽 包子迪目前最大的政治对手 肯定不在现有的班子里面 一般情况下都在现有的班子里面 现在你看包子迪现有的班子 全是他的太监 没有一个人敢对包子迪说半个脖子 是不是 那如果现有的班子没有的话 那只有可能是已经这个什么 早去退休的什么温家宝珠荣基 这些东西都是老东西的 把90岁了不可能是不是 那么你算了就只有习近尼克强吗 因为关键尼克强太年轻了 是吧 汪洋也是非常的危险 这些人都在西包子的投命状的计划里面 所以呢今天主要跟大家讲一个 西包子的投命状的计划 看谁抢的头筹 然后你就能进入21大的班子 包子就是觉悟可能21大的时候退休的啊 他一定要干干干干到死 要干到150岁 活多久就干多久这是毫无疑问的 就跟这个金正恩一样的 就跟这个普京一样的啊 他不可能退休的啊 所以呢上一次我们说习下里上 我们是基于共产党的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了啊 邓小平都认同这个游戏规则 是吧 曾庆红也认同这个游戏规则 曾庆红是红二代啊 你必须承认曾庆红如果那个时候 动点手脚让这个什么江泽民 同意他当总书记有什么不可以呢 但是有游戏规则嘛 是不是 共产党你虽然是个土匪组织 你得游戏规则嘛 你如果没有游戏规则 那不乱套了 那不整个天下不乱了吗 哎 现在就是整个天下乱了 为什么呀 包子弟其实压力挺大的 因为他这个想一致干到死 这个时候他必须把所有的潜藏的对手 都要干掉 一个都不放过 所以此前呢我们也是太天真的啊 我反复说过好几期节目 就反复提个很愚蠢的问题啊 我们这些人也是蛮愚蠢的 说你李克强为什么要去上海呢 上海不是你的地盘呢 是不是去安徽也一样啊 去什么地方都一样 因为他有一个秘密的 这么一个投命状的命令啊 他已经在布置下一届的 这个常委的班子 而你到共产党的官员的体系里面 混到都混到这一波 谁不想进入这个 习包子21大的常委班子呢 是不是 是吧 你查一下陈基林这个人啊 那可年轻了 那年轻的很呢 1964年2月3月 四毫升党 开玩笑 是不是 这居立常委就是一步之遥啊 现在是上海市委书记啊 开玩笑 曾经做过环境保护部的部长 环保部的部长 北京市委副书记 北京市政府的市长 是不是 是 而且是清华系的人啊 你明白吗 他有系的 陈基林是清华系的 清华系和北大系 现在北大是全军覆没了 那陈基林是清华系的 这么年轻 你必须要赶紧要要要要那个什么呀 如果搞得好的话 说这个北京的说法 陈基林如果搞得好的话 很有可能 那西包子会走一步险棋啊 就是比如说再干十年 十年以后他就八十多岁了嘛 他就会像普京一样 假吗假是我不干了 是不是 我呢把总书记给这个位置让出来 然后在背后就垂念听证嘛 是不是 这时候前面就有就有一个人要上来嘛 是不是 那这个人最好的人选就是就是陈基林 要太年轻了 他六四年了 是不是 六四年的话五年以后才六十 六十几岁 六十四岁 六十五都不到啊 十年以后也才六十八岁啊 是不是 十年以后六十八岁接西包子的总书记班子 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不是 然后完了以后西包子垂念听证呢 所以在所有的人选里面 陈基林是最有可能成为西包子的接班人 或者是成为下一届的仅次于西包子的常委的 要么是国务院的总理 要么是直接接西包子的总书记的职位 然后西包子假吗假是谦虚一下 是不是 因为我们说我们共产党虽然是个流氓组织 它是有规矩的嘛 是吧 我我我我我干五年我假装退休 我出现了听证 完了以后五年以后我又杀回来啊 然后制造一个事件 说全国人民不能没有习主席 没有习主席 我们不能活是不是 就把这个陈基林作为一个最好的这么一个傀儡 而且陈基林呢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他是个科学家 他是个博士 是个教授 是吧 所以你西包子虽然是个小学生 但是你李克强虽然是个博士 是一个教授 那你人家陈基林也是啊 所以本次的这个李克强死于上海的总指挥 是陈基林 但是陈基林的背后呢 有一道秘密 就是西包子的投运状秘密 看谁能够先拿下李克强的人头 谁就是第一个拿到了这个入场的这个 入场券的这么一个人啊 很有可能就接下来成为中共的这个 第二号人物 甚至是第一号人物 当习近平的马仔 就这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 我问了北京的几个朋友 他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这个现在西包子杀红颜了啊 大家都认为西包子的已经是稳坐钓鱼台了 谁都是每个人都要舔他的 这个时候你必须要交投运状 没有投运状你上不去的 这是共产党的规则啊 谢谢 谢谢 谢谢